大家好,我是汪顺,一名游泳运动员 有些朋友会觉得29岁,这可能是汪顺最后一届押运会了 也有人说在家门口参加比赛,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但这些鼓舞中似乎夹扎着一些包容 三战奥运 从小将王顺到老将王顺 从不被看好到打破亚洲记录 更多时候我是一个批波斩浪的人 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 刚开始学习游泳时 我因为学感好 在同P4的队员中总是学得很快 几堂课就能掌握各种泳资的要领 那时候觉得天赋加持 即便不用认真训练 依然可以取得好成绩 直到后来现实给了我当头一棒 12岁参加省运会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的对手一个个都比我快 可以说是被严重地打脸 也因此陷入了自我怀疑 这时我的爸爸跟我说 在我的老家有一条河叫云溪 它发源于高山 振脱地精引力后 绕过群山峻雨的土壳 串叶层岩石缝隙 它从来不抱怨 始终向东流 终于有一天 它载起了万吨白轮 拖起了太阳月亮 这一刻它不再是一条小溪 而成为了大海 后来每当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总会想起爸爸说的云溪 我觉得坚持游泳这件事 何尝不是一次义无反顾 朝着大海奔涌的过程 从六岁开始学习游 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 这二十多年的奔涌 并不是顺流直下 而是充满了不可预知的逆流 轮断奥运会 训练时一个被忽视的奸伤 最后发展成了几乎抬不起胳膊 结果就是让我止步在了半决赛 最终无缘奖牌 人川亚运会 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比赛前一天突然发烧 没有发挥出最好水平 离奥运会 我拼命训练 可即使使出了浑身解数 也只拿到了铜牌 后来的光州市场赛 在拿到了第六名后 外决对我不满的评价 越来越多 好多人说我一次次与金牌擦身 没有所谓的冠军像 说国家训练我那么久 算是白配药 说我永远没有机会 在体育竞技的最高舞台上 证明自己 这样的声音 每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开始变得起躁 开始拼命增加训练难度 结果却因为训练过量 导致肺部破裂 出现了气凶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我陷入新的焦虑 和又一次的自我怀疑中 这时我的教练 看出了我的心思 他告诉我 如果在这里被架倒了 那就只能在这个层次了 他让我再次深刻理解了 竞技体育 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河流 我们要经历过 无数次的挫折和比赛 沿途必定充满体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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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